好的,我们现在回应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父母吵架,伤害孩子怎么办? 夫妻吵架的确会伤害孩子的 那这个孩子怎样能够被释放,能够被影响? 首先我们夫妻吵架,我们知道是有破坏性的 因为吵架里面,其实共同方面都是很多人习惯批评 你没有做什么,你没有做什么 有怒气的时候就变为吵架了 你没有回应我,你没有帮助我,你总是这样做,总是这样做 就好像发怒的时候才能够说出来 为什么不可以平静地说出来 平静地处理问题了,这个就是智慧 不伤害对方,而且用的方法是不带来伤害的 所以我这次所讲到的,用提问的方法 我们有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啊 我们怎样处理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的问题啊 怎么解决这个实际的问题啊 这个是最好的 但有些夫妻就是没有这种教导,而且内心没有平安 没有力量,所以总是习惯用吵架的方式 也是很多代都是这样的 祖父祖母都是这个方式 父母都是这个方式 自己也是这个方式 所以改变这个是困难的 这个需要我们刻意地开始 刻意地开始怎样明白我们说一句话令对方伤害 我用一个比喻,例如我的妻子对我这么好 我们还是会有不同意见的,我们有不同看法的 我的太太非常好,她会说 我已经告诉你我的意见了 你就自己决定怎样做 她会放手的,这个非常好 但有些时候她也会有一些情绪的 我也是理解,我不会将这个情绪提升 我不会说你情绪化,我不会 我会就是回应,好的,对不起 我会这样处理,以后怎样处理 尽量将这个不要变为吵架 我希望在我自己的记忆中 没有一次我是令她觉得受伤害 我希望我没有一次 因为有一次的话她对我的感受就会改变 这个就是吵架的不好 从此以后她对我的感觉会有不同 例如我的教友 我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希望用柔和的方法 他们不会有一些的记忆 说燕莫虚那一句伤害我 我希望不会有这个记忆 这个就是我不希望有吵架的情况 好了,那已经吵架了 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其实,我想问你 你是说她的父母怎样 帮助这个孩子得意志还是别人 你作为牧者 别人的话,还是跟成年人一样 首先她建立与神的关系 帮助她经历圣灵 所以对我来说 帮助人经历圣灵是很大的帮助 因为人可以用言语安慰 耶稣爱你啊 耶稣陪伴你啊 耶稣与你一起啊 这是细想 进入她的细想 但当孩子经历神的平安 轻松舒服 这是另一种的安慰 这种安慰言语不能得到的 所以这个孩子能够 你为他祷告 孩子能够经历圣灵的 能够经历神的平安 轻松舒服的 我曾经为不同的孩子祷告 曾经在外面为人祷告 孩子 问他有什么经历 他说很舒服啊 很平安啊 孩子都会经历的 然后我就告诉他 耶稣能够安慰你的心啊 依据你的心 你想不想耶稣安慰你 你曾经有不开心的地方啊 我们就可以为他祷告 这个是灵的安慰 也需要细想的安慰 在这个细想上辅导他 去明白夫妻 他的父母有不开心的地方 所以呢 他们会吵架 这一点我们需要很小心 因为我们不要说 父母不好 所以他们吵架 而且说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处理 他们不懂得怎样处理 有些时候你跟朋友也不能处理 是不是 你跟朋友也不能 有些时候会吵架 你的父母他们不能处理 所以他们吵架 但他们吵架 不代表你是不重要的 你是很重要的孩子了 神爱你的 你看 打高手 经历神的安慰 这个细想上 明白神爱我 所以我的父母吵架 也不能影响我 他们不能处去 处去 不能处去 神的恩典的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很奇妙的恩典的 你的生命很宝贵的 我们鼓励人一方面是神的话语 神看中你 另一方面 你看看你祷告 有尽力 尽力到神 就代表你祷告用的方法是对的 所以能够尽力神的安慰 所以你是棒的 你是有能力的 你与神能够建立关系 你与人相处 也有聪明智慧 与人沟通都很柔和啊 让他知道他有能力 你读书都很好 你做得很好 你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这样的话就建立他的自信心 因为我们的自信心不但去相信神爱我们 也去我们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和 与人的相处和处理问题 什么意思呢 例如有一个人相信神很爱他 他很宝贵 神要在他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但每一次他祷告都没有力量 有烦恼祷告也没有力量 他与人相处都去吵架 他做工都是被人炒鱿鱼 你们有没有这句话 炒鱿鱼 然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好 有困难都是哭啊 都是烦恼 他不会对自己有自信性的 因为他觉得他是失败的人 什么事情都失败 所以我们帮助自己和帮助别人 和帮助孩子也是一样 神很爱你很看重你 你亲见神 神就很喜欢 神就很开心笑 你也可以开心笑 就帮助他这方面 然后你能够帮助人 语言沟通 你与我沟通很好啊 我欣赏你啊 你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你在进步中非常好 就让他有自信心 然后 好的 你的生命很宝贵 将来你可以为神做大事情的 那你的父母现在 他还不懂得怎样相处 所以他们不开心 但他们不开心 你还是能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在思想上帮助他 他还是可以成为伟大人 父母吵架 你可以尽量帮助他们 怎样不吵架 你去劝导他们 去抱着他们 我们好好地谈好不好 不要吵架 我们家庭更开心 儿女能够这样做的话 父母会更有动力 能够平静地沟通 然后 这个是思想的改变 另外他需要依据 我们有思想的改变 有这个 经历圣灵的平安 信心神有力量 还是需要依据 依据是什么呢 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能够被依据 这个事情不再影响 他可以相信它是重要 它是宝贵 他祷告有力量 但他里面还是被这个事情伤害 被这个事情伤害的话 怎样处理了 这个是心灵意志 心灵意志 需要怎么样了 首先是相信神的爱 神的陪伴 神能够预好伤心的人 你在祷告之中 有没有觉得舒服啊 觉得舒服就是神在安慰你 医治你 同时你过去发生的事情 有没有影响你 你能不能够 有些时候 我们可以对过去的事情放手 然后 这个伤害 被爸爸妈妈骂了 很不开心 很烦恼 能不能够神安慰你 你是重要的 你是宝贵的 你这个感觉就可以放手 不再觉得 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啊 我是宝贵的 我是神所看重的 能不能够将这个伤害放手呢 这个 一方面是言语的辅导 另外是祷告的时候 神在爱着我们啊 神陪伴我们啊 神安慰我们的心 除掉我们的重担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 有些时候需要 用一个方法去 祷告中回到那个情况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 我一个经历 这个 因为我曾经参加一个训练 这个训练是心灵医祭 他们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这样的 有几个人一起小组 有一个人说 我想你们为我做医祭 然后其他人就用不同的方法帮助他 在这个情况 因为我想 就是主动一些 我就说 好了我想 被医祭 你们为我祷告 然后 他们就会说 你想到有什么情况 你以前是受伤害的 我是 当时是想到我小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的后母常常骂我们 有一天 我上学之前 我用这个 勺子 打饭 打饭 打饭的时候 这个勺子断了 我就很怕 我就很怕回家会被骂 然后我去上学 放学的时候回来 在楼梯不敢回家 站在那里 因为觉得回家会被骂 我就站在那里一段时间 但站了站了 觉得站在这里也没有用 也要回家 我就决定回家 但回家的时候 没有人问我 谁弄断了这个勺子 也没有问 所以没有事情 但当时我的确有这个惧怕 我就说出这个情况 然后他们就为我祷告 就说 耶稣你在吗 这个是可以用一种方法 耶稣你在吗 在那个情况 回到这个情况 耶稣的确是 任何情况都在的 耶稣都在 然后就问耶稣了 耶稣你有什么话要说 有些人会领受的 领受耶稣对他说的话 但如果没有领受 我们可以说的 按照圣经 圣经的话 耶稣会对你说什么话 如果你没有领受什么话 你可以用圣经的话 安慰这个人的 当时我也忘记是怎么样了 是这个意念出现 还是我自己想到 耶稣就对我说 不要紧 我知道你很痛苦 你很怕 你有惧怕 你怕回家被骂 我知道你的痛苦 我知道你在家中被骂 我知道你受伤害 但我看着你的 我依据你的 我会依据你的 有一天我要拯救你 我要使用你依据很多人的 这个情况 我就知道耶稣同在 耶稣也在那个情况 耶稣也有计划 要有一天依据我 所以以前的伤害 都可以放手了 都可以被安慰了 不再惧怕了 这个就是回到这个情况 这种方法你自己可以用的 例如有一天 你的配偶给你很大的伤害 例如他有混外情 或者是做了什么事情 令你很大的伤害 你就觉得很痛苦很痛苦 你就可以回到这个情况 你祷告 或者是有人为你祷告 你回到这个情况 你就问耶稣 耶稣 我当时很痛苦啊 耶稣你当时在吗 其实耶稣在已经给我们安慰了 耶稣在 也可以问耶稣你当时在做什么 可能耶稣安守在我们身上 耶稣有计划要祝福我们 然后你就问耶稣 你当时想对我说什么 耶稣就可能对你说 啊 其实你的老公 他也很不开心 所以他找这个混外情去安慰他 其实他里面也很痛苦 他痛苦你也痛苦 他受伤害你也受伤害 你们两个都受伤害 你们两个都痛苦 你就活得很痛苦 我很想医治你 我很想告诉你 你的生命是宝贵的 我要医治你 我要安慰你 我要提升你的生命 这些伤害都可以成为过去 都可以放手的 这个过程中这个安慰临到你身上 这些是心灵意志是什么呢 这样这个伤害就好像包裹 包这个伤口 就是说耶稣依据我 安慰我 这个伤口不需要继续的 这个伤口不需要继续的打开 没有复原 这个伤口复原了 我能够放手 我能够被医治被安慰 这个是心灵的医治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的 有些人就是继续赞美主就得医治 有些人就是宣告耶稣安慰我 医治就可以得安慰 但如果你发觉这个事情还是影响你的话 你可以回到这个情况 让耶稣在这个时候安慰你 或者是有人代表耶稣为你安慰你 代表耶稣对你说 我知道你的痛苦 我关心你的 我很想医治你的 我必定医治你的 你可以对这个事情放手 有被影响的 这个可以 可以 这是有缘为你祷告 帮助你 得释放的意见 好了 我又回答另外的问题 另外的问题就是说 主父祖母吵架 吵架的确会影响孩子的 但有些小吵架有 我觉得是有两种的 一种是好像沟通的方法 你快去牢 东西了 快去做什么 为什么不要做了 我有做啊 你没有看到啊 但一撒几次就没有事了 这是沟通的方法 这个是不好 就是沟通的方法 沟通方法 是不好的 这个是不好 但这个孩子就会习惯 有什么问题就要大声说话 这个是不好 但还是不是最不好 最不好是什么呢 我要离婚了 你这个人真不好啊 我憎恨你啊 我跟你结婚是后悔了 这件事情呢 这个是严重的吵架 这个伤害就大了 因为孩子就很惧怕 所以这个方面 如果主父祖母 能够不用这个方法 让他知道 这个影响孩子了 他能够明白就最好了 但他不能改变 但他还是用这个方法 沟通的话也可以跟孩子说 他们这个方法沟通 你明白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但同时也为他祷告 让他被安慰 耶稣安慰你的心啊 你是宝贵的 你是重要的 神看重你的 在天堂没有吵架的 在天堂有一天 完全没有吵架 在教会里面将来 你长大也可以不吵架 你现在也可以不吵架的 你可以整天开心的 让他有这些正面的想法 去安慰他 医治他 但这个主父祖母 有些时候我们很难改变 因为他们的习惯 但希望能够改变 让他们知道 不需要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其实是有些时候 男性女性的方法 我以前在外国大学 这是外国人 不是中国人 这个图书馆有一个男的管理员 然后有一个同事 同事工作的是女的 有另外一个女性去同学 因为同学也可以在图书馆做工作 我也去在图书馆工作 我去负责另外一部分 这个同学告诉我 他们两个整天都吵架的 就好像夫妻的这样 这个女的可能对她说 这个做不好啊 这个做不好啊 就好像 气急在家中这样的 常常都告诉丈夫 你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这个问题啊 就是整天都是这样吵架 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这个我就说 这是男女的分别 有些时候在照会也是这样的 以前我在一个教堂西风的时候 有一个女性的 常常批评另外一个男性的同工 常常都是习惯 好像就是 她说什么话都说她的不好 就是有些时候这个 家庭的习惯就带到照会 也因为女性跟男性的不同 女性的责任感很强 觉得你做得不好 就很容易批评 这个就是成为一种习惯 当然我们希望在 侍奉中不是这样 你能够学到用游和的方法 引导是最好的 这样对我们侍奉 对我们婚姻 对我们训练人都是很重要 但我去过很多地方 我都发觉很少人 能够用一种 游和的方法处理问题的 我都发觉很少 很少 大部分都没有这种知识 好的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我都发觉很少人 对我们的事 都发觉很少人 我都发觉很少人 对我们的事 对我们的事 都发觉很少人 我都发觉很少人 在那里面 我都发觉很少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